男子的呼气室酒精检测结果为89.3毫克每百毫升 已涉嫌最久后驾驶机动车 人到车旁边 领牌呢 领牌还没打上来 不是今天刚接击着 今天刚买的 你出来你就应该有领牌的 你没领牌能上路啊 刚买车嘛 刚买车回来我就能不能喝一点 由于太高兴了 然后就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了一点酒 喝了酒之后就准备开车回到他住的地方 他自己说是可能说就这么点路 开到家可能就没事 从提新车到最佳被查还不到一个小时 交警对当事人杨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法律法规宣传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